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打的是 底角閱讀者 地獄級邪惡的野心 用的是我們的 黑魔女隊 我們的隊員放了有 我巫女、火龍使、賽特 跟我們的安多 賽特我花了一天的時間 把他從 小吃者一直進化到練到 就是花了一天的時間 那 練等 除了刷靈魂之外 還有就是可以去打 體半的七字儀 就是主線體半的 像是火體半 就是七字儀體半就可以去打 因為他好像你打七字儀都會 固定獸女子 12等的小魔女 那再來就是刷靈魂之儀 這邊就不講那麼多 那我這隊其實 其實的重點就是 在我們洗技能的地方要非常的注意 因為這隊其實 如果你傷害沒有控好 你一次就轉到全體的 傳出盾就是 讓梅姿這攻擊 活摸要轉到 你既然是沒有辦法洗 你會一路打 把他打到第四關 然後被隱身盾打死 所以這邊基本上 控他要非常的注意 那我為什麼沒有帶伊斯瑪 因為我覺得伊斯瑪的技能 對這一關來講是非常沒有用的 因為其實雙黑魔女的 效果 就是隊長技能 跟一隻伊斯瑪 一隻黑魔女 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不一定要 一定要放伊斯 那 這邊 就是 也是能洗多少技能 就多洗 就是 因為 我的賽特雖然等級是滿的 但是我的 那個 技能等級是 1 所以要洗20幾個而已 所以 當然是 能盡量洗是能夠盡量洗 那如果 這邊 觀眾朋友就是 技能有比較漂亮的話 當然也會更輕鬆 那我這邊也是 第二關帶走 然後第三關 其實這邊也是可以稍微再多洗一下技能 而且 其實他基礎攻擊 2000多是 對我來講是非常一樣的 那其實他血也沒有說很多 所以 你就是把技能在這邊洗好 然後不要轉到三數盾 然後 缺血的時候你還有 就是兩隻 黑魔女可以幫你估計 所以 在這邊洗技能 其實壓力也沒有說非常大 然後就是 盡量 祈禱說人品不要在這個回來 你只要天降太多 就基本上 有可能 把他打太痛 然後被他 一段時間打死 所以 這邊 就是 盡量把豬都切開 不要讓他有什麼 太多天降的機會 然後這邊 就慢慢的洗技能 慢慢的 然後這邊還可以就是說 如果你 對自己很 信心的話 就是 你覺得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就是 像我現在暗珠夠多 我也可以一直把暗珠全部消完 當然是 我是比較 不敢去嘗試 對 那 我這邊 因為血其實還是夠的 而且我還要兩 黑魔女還會一直失掉 所以 我這邊也可以慢慢去 就是 慢慢去洗技能 那缺血再補血 這樣就可以了 也不用冒險去說 要消什麼 消什麼 消什麼 那我這邊 二十幾個 回合的賽特也快要跳 就是 再一回 所以我在這邊 選擇開火屋 那我這邊也不用開龍死了 其實都不用開了 因為我沒有新珠也沒有水珠 對 所以就直接 開火屋你看他多上去 然後 想辦法轉 就是 轉出一個高康寶 然後放在這裡 這邊就非常 幸運的轉出一個 九康寶 沒有任何的天獎 好像有天獎一康寶 哼 沒有注意看 不過 其實你這邊要轉到三屬 剛剛那關是一定可以 然後來到 第四關 就是我們的隱身盾 當然是用我們 好不容易洗出來的賽特炸塔 那用賽特炸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 還要順便幫我們綠一下版面 因為他會幫我們留火屋 那搭配我們火屋的技能 會變出更多的火屋給我們 所以你看這邊 稍微轉一下 就把他打動到殘血 那這邊當然下一回合 是可以把他帶走 那這邊 要不要再多洗一個回合喔 我是覺得其實不用 因為 就是 我的 巫女跟龍蟲都是條 所以就 不用再多去洗那個回合 那這邊當然就是 一進場就直接開火龍蟲 然後再開我們的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開 因為 這一隊就是有一個 他隊長技有一個規則就是說 你只要傳到火木暗 然後加上新符石 就是轉到這四種 四種符石 你的攻擊就會 額外多出1.5倍 就是 意思就是說你 你只要轉到火木暗 你就會再多1.5倍的 攻擊 不過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 他也會 就算我缺火珠好了 他 這隻王 也對我們還蠻不錯的 就是會變出許多火力給我們 然後 就變天降了一組星 其實就算第一個回合 我雖然沒有轉到暗 對他攻擊其實 也傷害蠻大的 對他攻擊其實也傷害蠻大的 這邊就可以輕鬆把他帶走 其實對啊 其實這一關只要你 技能洗得漂亮 基本上我覺得 還算蠻輕鬆的 其實只要技能洗好 你到最後面 因為你 對攻擊其實真的是夠的 那這邊就祝大家 趕快臨時通關喔 那掰掰 再回去 就在這裡 請聲點 好的 core 好 好